以现阶段的数位学习来看 都会区的学校还是明显占有优势 台北市接受国中多年前就开始导入行动教学 生物课可以透过AR来观察细胞的结构 视觉艺术课教导写程式 让孩子进行虚拟的实境策展 更选的是他的地理课 有沙堆模拟 可以投射出等高线等等 藉由孩子们的亲自操作观察 让孩子们一目了然 所以学习其实可以更有趣 先打开平板 输入自己的扣灯 上课楼老师一声令下 同学们不是打开课本 而是先滑开iPad 把荧幕叫起来了 现在荧幕把它打开 每人一台平板 每组还有一台笔电 这堂课上的是地理 老师透过触控荧幕教学 画面跟平板及时同步 好 我接下来要让你们来画等高线 来 请你们 在你们的小组的平板 来 我把这画面推给你们 手是怎样 早上没吃饭 超懂 分组作答不用再轮流上台 在位置上动动触控笔 就能搞定 好 OK 那我来看一下你们 只有一个错 然后这里线有点凸出来了 除了可以亲手画等高线 为了帮助同学理解 学校还准备这个秘密武器 高度相同的点 要先标出来 标出来之后把它连接起来 好 连接起来 好 讲台前这台沙盒 就由沙子模拟地形起伏 透过上方的深度感测器 结果电脑运算 再投影出等高线 让同学一目了然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 让你们看等高线 可以看得比较轻松一点 告诉我 有同学很聪明 就用颜色 你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完成彩色画面也没问题 不过最大优点是 同学能够亲手操作 中间比较平坦 四周比较陡 OK 那我就再抢答了 用一把小铲子 就像堆沙宝一样 感测器立即演算数据 比起代办的课本或模型 都更能吸引学生注意 一般最基本的功能 我只要在这里手一张开 就可以模拟下雨的功能 所以这其实在教 河川的时候也很好用 可以让学生来观察 河川在哪里 然后它的流向 然后还有脊髓区 分水林的一些概念 用科技学习知识很新奇 我觉得很有趣 台北市接受国中 因应数位科技的趋势 将AR VR导入教学现场 透过刚才炫目的智慧科技 让学生的学习更起劲 这堂是视觉艺术课 今天的主题是要让学生 透过电脑举办一场 个人的虚拟实境测展 因为取一点点尝试 那你们的作品上老师 都让你准备 步骤老师都让你们弄好了 然后大家讲一下老师 会再教一次 不只是培养孩子的美学素养 学校与Google合作 导入了数位科技 把学校穿廊变成自己的舞台 你今天是学了什么 就是学了把学校里的 360度的照片 然后放到VR的上面 然后就可以结合 自己拍的照片可以贴上去 我们还是会有艺术鉴赏 我们还是有学末 但是我们更希望 他能够融入生活 当然科技的部分 也是在这一次的 艺术领域里面 他加进去的数位媒材 跟数位影像的这些学习 包含科技资讯跟媒体视频 他既然是时代的趋势 我们老师就要跟着改变 当推动数位学习 硬体设备就成了基本要素 都位区的学校 就占了很大的优势 我们利用很多的专案 局里面的申请 充实iPad的数量 还有高阶的一些笔电 做一些影像的处理 同时我们这些具备之后 我们也希望能够连结到 108课纲 那108课纲包括局里面的政策 资讯教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跟未来做连结 好来终于看人 VRVR的智慧 教育科技不只应用在学科 就连体育课也能做结合 很棒啊 因为我只有大班踢过足球 三周就好像没踢了 可以还蛮多元化的 就是可以体验各种 不一样的上课方式 好来 体育课不一定要到湖外上课 台北市寸土寸金 透过虚拟实境 感受足球的运动魅力 就算学校没有足球场 也不受影响 对体育课来讲很重要的是体能 如果我们用透过这种方式 来引起学生的兴趣 他上课他别人不想动 他说上次我玩那个很好玩 那我也来试试看 对 学生他就自己自主自动想要 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效果 从体育课 视觉艺术课 再到生活课 地理课 这些课程都可以融入当代最潮的 数位教学 教学跟数位预在一起 有一个很重要的火花 就是我们讲的 增加我们教学的深度跟广度 最大最大的好处就是 可以第一个 引起学生的学习动机 那第二个 学生在学习过程之中的一些回馈 老师也可以马上知道 我们也很知道 它的重点是什么 它是要使教育学更好 更有效 你只是如果说这些引进的话 你只是放烟火 那没有意义 然后呢 ARVR导入教学现场 并不只是花拳绣腿 与传统教学相辅相成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学习蓝图